我還是有挑出這10張信用卡 目前的回饋都還是蠻好的 至少有3%到10%回饋以上都有 Hi 我是寶可夢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2024年的神卡組 一共提供10張卡片給大家參考喔 第10名是這張第一銀行的iCash疊名卡 這張卡片它的嚴選通路有5%的回饋 其中它有一個通路叫做自動加值 自動加值也可以享有5%的回饋 所以你可以去小七繳你的水費電費的帳單 只要用iCash的功能來做付款 就可以拿到5%回饋 最低每個月需要有3500元的消費到5000塊左右 都可以拿到5%回饋 身邊如果有水電費帳單 甚至你要先預繳眾所稅的稅款 你都可以先產生單子到超商去做繳納 都可以吃到5%的回饋 第9名是這張聯邦幸福M卡 拿來繳保費 一樣有1.2%的現金回饋 再加上分最高12期零利率 所以如果你以前就用這張卡片來繳保費的人 現在還是可以持續拿來繳喔 第8名推薦的是聯邦集合卡 聯邦集合卡的權益 其實從前年上市到現在 它在日本的消費都有最高5%回饋 非常的不錯 也就是說實體刷卡有3.5%回饋無上限 那搭配Apple Pay呢 這個Quick Pay來做支付 可以再多拿到1.5% 所以每個月在日本可以刷66666元 都可以拿到5%的現金回饋 非常非常的高 不過這個活動呢 目前只走到2024年1月31號 在2024年的2月1號開始 權益如何變更 我們繼續往下看 接下來的這張卡片呢 是HSBC的旅人卡 為什麼要選擇這張卡片做推薦呢? 很簡單 它享有國內18元1禮 海外10元1禮 這個無上限的部分 非常的高 所以我申辦了4張副卡 讓全家人一起來累積 除此之外呢 這張卡片需要繳交8000塊年費 但是它一年送你4趟的機場接送 跟8次的機場貴賓室 你只要又好又滿 基本上權益是可以回本的 所以我很推薦 喜歡累積旅程的人 可以考慮使用這張卡片 推薦第6名呢 是永鳳銀行新推出來的 現金回饋Quin卡 這張卡片呢 在指定的綠色銅路 有最高5%的現金回饋 除此之外呢 它還有加碼這個繳稅費有10%回饋 這一點呢 我個人覺得是非常值得加許的 因為大部分的銀行呢 都把這個繳稅費 視為烘衰猛獸 基本上不讓消費者去賺這個回饋 但是永鳳呢 逆勢加碼 不過呢 它只有每個月500名的登錄名額 蠻少的 非常可惜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 能夠透過就是在我的社群媒體呢 一起來向永鳳呼籲 希望他們可以增加名額 說不定從2月份3月份開始呢 它就可以增加很多很多的名額 讓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去登錄到 第五名呢 是玉山銀行推出來的熊本熊信用卡 熊本熊卡呢 其實算是玉山所有的信用卡裡面呢 回饋相對高的 尤其是喜歡去日本的人呢 你可以把它綁定在這個Sweet卡上面 然後用Apple Pay來做儲值 也可以拿到最高有8.5%回饋 甚至你透過玉山Wallet 在PayPay裡面的話呢 在日本消費也有最高28.5%回饋 像我這次去日本京都 然後還有去這個東京 還有富士山 幾乎都是用這張卡片來打天下 回饋率非常非常的高 很適合去日本玩 第四名要推薦的是新版Echo卡 這張卡片最厲害的地方呢 是在2024年開始呢 它有針對5大國家的實體通路 有5%加碼的回饋喔 那這個是哪5大國家呢 分別就是新加坡、日本、韓國、歐洲跟美國 所以歐洲實體刷卡呢 這張卡片拿出來用非常的好用 它的5%回饋怎麼組成 就是1.5%的基本回饋 再加上額外的3.5%加碼 這個3.5%加碼 每個月可以拿到1000回饋 所以回饋大概是刷個28000元以內 通通都有5%回饋 所以這個是海外出去玩的時候 非常非常好用的一張卡片 接下來要推薦的第三名呢 是國泰斯王Cube卡 這張卡片我相信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喔 這張卡片主打的就是5大通路呢 最高有3%到10%的小數點回饋無上限 所以這個呢很適合大家就是 在指定通路刷卡無上限的時候來使用 比如說有哪些呢 它在2024年有新增這個所謂的去旅行呢 在海外的實體通路都有3%的回饋無上限 所以很適合大家呢帶出國去玩 到當地實體去刷卡 比如說日本、韓國、甚至歐洲、美國 通通都可以拿來使用 這是我個人認為非常不錯的一點 也提供給大家參考 再來推薦第二名呢 是這張渣打的Linebank聯名卡 這張卡片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刷卡分歧 還有產品本身的回饋呢可以兼得 所以請大家要特別注意喔 現在2024年開始 很多的信用卡通通都沒有這個 分歧跟回饋兼具的情況 但這張卡片有 所以請大家好好地把握 國內2%、海外3%現金回饋無上限 再搭配分670利率 只要滿1000元就可以 啟動這個670利率的部分 其實算是非常非常不錯的活動 第一名要推薦的是這張有Fullsport卡 有Fullsport卡呢 延續了去年的權益回饋 一樣最高有行動支付7%回饋 綁定在Apple Pay、Sansung Pay 或是Google Pay上面 只要行動支付、感應支付 都可以拿到7%回饋 每個月可以刷5000塊 拿到7%就是350點的封點 那這個封點會以100點 折抵100元刷卡金來 折抵40期的帳單 所以記得要多刷多用 才能夠全部頂完 再來它今年有新增一個門檻 就是要求你呢 要運動達1萬卡路里 要用永豐帳戶來扣腳卡費 只要完成這兩個任務 你一樣都可以拿到7%的回饋 對於我來講呢 常常有在運動 而且有永豐大戶數位帳戶的人 在扣腳卡費其實一點都不困難 這是我個人覺得很棒的部分 推薦給你參考 來總結一下 2024年雖然說有非常多的銀行 進行縮水的動作 非常的可惜 但是我還是有挑出這10張信用卡 目前的回饋都還是蠻好的 至少有3%到10%回饋以上都有 所以也希望大家能夠透過這一集節目 趕快去辦一下你心目中的真命審卡 辦下來省錢 我覺得是最重要的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再見 掰掰 趕快去有很輕盛的